好 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圣诞树的案例 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说 其实有参考图其实 比 挺空座要好得多 虽然我们在对一些 我们可以用一些参考图 但是我们这里 我们建议大家 直接把参考图放到画面中 不要就放在画面旁 另外一个是 别人单纯看 一开始对初学者 刚开始直接对着做 其实是 最好 最快抓型的一个方式 好 这里 参考图要怎么用呢 这里一样 shipped a 创建 这里也叫做 image reference 好 预设blender的抓的档案 都是在他 参考档的旁边 所以我们把图案放在 参考档的旁边 可以直接打开 他这里 他就会放到 依我们画面的视角 有没有看到画面视角 所以其实通常要做 创建 参考图的时候 通常都是我们直接 在我们要的正视角去创建 正视角或测政策 好在这里 我们参考图是这样 我们并不会这样直接开始做 去对着做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们第一 我们要将我们的参考图去对齐 再来就是 参考图做后 模型到底要做多大 所以做多大这件事情 其实跟我们场景档案大小 这里就能看到 场景Sync 这个unit 它单位是公尺 所以其实你看 这个我们第一个 单调 我们在创建 box的时候 这里 它有说它是一个 两公尺乘两公尺的 的 盒子 它单位是公尺 不管是公尺或公分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先定好 我们要做的实际 实际 这样才不会到时候我们 整个场景做完还要在这边缩放 因为其实如果之后要做到 关于模拟类的东西 模拟碰撞啊 液体 尺寸都会是对于 档案 模拟的真实性 都是会很大的影响 像我们这个案例其实 目前是做模型没有 很关影响 但是其实大家要记住 单位一开始先设定好 而不是你做完一半以后 再去那边改尺寸 好 像我现在这一个 我们的数 我们就 设定我们做做两公尺高 好我们现在 就拿这一个盒子做 做基准 去 Z Z 之后 那数就要做那么高 好 参考图 参考图 它这里一样也有它的参数 这里可以 把它设 opacity 你可以把它设定 把它设到front 也是到前面 然后我们设定 半透明 这样它会比较方便我们 做关节 好我们现在说 我们今天就做这一颗 这一颗 圣诞树 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缩放 直接位移 这样 这样子的位移方式 其实就是不影响 我们 参考图的走心 但我们也 物件直接去移动 偏大小 我这个方法改的方式比较好处 就是我们这样缩放 它都是以我们 物件走心在缩放 所以这样我们就比较好 容易抓到比例 当然这个参考图它也是有一点点透视 不过 目前这个模型算是比较 算简单 所以我们这里就 这个为基准做 好 所以像我们这样一开始参考 这个盒子就可以不需要 可以关掉 好 这里透明度的话 这里大家就自己观察 Default的话 这里就是它可以显示在 哪个位置 好 分掉 好像我们就可以 来开始 做我们的模型 是不是A 我们这样 观察这个模型 我们基本上 我们从我们的 参考的基本形状 去找我们所需要的 模型 来做制作 基本上它就是一些圆柱 跟圆锥嘛 基本上这个几乎 全部都是圆锥 圆锥做的 所以我们可以充填Comb 这里的话 我们的尺寸 我们就可以直接说到 大约我们 需要的大小 好 再来 Ready 差不多大小 这里当然它也可以直接做位移 当然我们这里也可以用 事后编辑的方式 就是这条 超多 大约 好 好这里建议 我们一开始不要用到这么高的面数 它用32个去细分 用8就好 用8这个数字其实我蛮常用的 因为其实 在做细分的时候 其实都是用2的n次方在做细分 8其实是最快 B显示一下 它是一个最快 最 最接近四 四边形的 因为像 你看8嘛 这样的话我们这里 重切 横切 然后它这里就是一个四角面 其实是建立圆 最 最容易 制作的 所以如果你用激素的话 之后你要做四角面 其实不方便 所以我都用2的n次方 8 16 32 就像它预设是30而已 我们用这样的基础来做 模型基础 这样之后我们要完整修正布线的时候 其实会比较容易修 而且是比较简单的模型 好 像 edit mode 就是这里显示 正式 角 就可以 修改 调整 好 这里记住 我们这里 Altd 打开 才能有办法编辑 才能有办法选到我们后面的 后面的模型 的点 面 好 像这里 竖干嘛 所以我将数学覆盖在里面 所以我这个竖干就高一点 好 至于上面的叶子这些 我们都可以用这一个 模型来做复制 来做修改 所以我们这里选 z 这样 再进到edit mode 再来编辑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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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差不多是基本形都做完 看一下 參考圖先開機 做一些修正 基本上我們這顆孫生樹的基本形就完成了 用參考圖就可以很快把我們 基本形的樣式做出來